这个事情有多热 可信物有多大 也不忘初心 第一方面 根据王小姐的表现 以及她家人的说法 总的来看 这一家人还是顾大局 识大体的 根据王小姐多次的信息暗示 她很有可能是来自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 当然不管出自怎样的家庭和背景 和解协议目前披露出来的一些内容 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这就包括奔驰方面主动提出 邀请车主参观奔驰 位于德国的工厂和流水县 赠送车主十年一对一的VIP服务 以及更为搞笑的 为女车主补办农历 30岁生日的party费用全免 一支和解协议 确实是盒子挂帅柔软无比 也坐实了王小姐和家人 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的 他们不是按闹分配 他们只是不忘初心 他们不会因为事件吵得很大 噱头很足 而要求更多 那样性质就变了 我相信这是王小姐和家人的真心话 而不是唯心话 但我同时也相信有一点 那就是王小姐和家人 一定承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 现在舆情沸腾 工商税务公安等各个方面的公权力 都千夫所指网上要求调查幕后的利益黑链 是否有权力寻租的声音 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相信官方自然是希望稀释宁人 他们给王小姐和家人的压力 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国 维权者成为被维稳的对象 实在有太多的案例了 王小姐和她的家人自然也不会闭目色听 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他们选择相信政府来处理行业的利益链条 选择和解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应该也确实就是他们的初心 必然和解的第二个原因 当然就是钱 奔驰中国和西安这家4S店背后的利新行 有限公司 他们可以不要脸 但必须要赚钱 下面这组数据就能看出 中国市场对奔驰来说意味着什么 失掉了中国的中产 失掉了中国的市场 对奔驰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2018年 奔驰品牌全球的销量 那么达到了231万辆 同比2017年增长了0.9% 这是奔驰连续第8年创下记录 那么在中国市场 奔驰品牌的销量 同比2017年增长了11% 达到了65.3万辆 那么整个2018年是231万辆 可以看出中国毫无疑问 是奔驰2018年全球销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利新行有限公司 幕后实际控制人是刘楚群 刘宇策 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马来西亚华裔企业家 我们看一看马来西亚的奔驰销售数量 2018年马来西亚一共售出奔驰 一万三千零七十九辆 同比2017年增加了百分之九 一万三千零七十九辆奔驰 只是中国的65.3万辆的一个零头 利新行公司这一次也绝对是自知理亏 不管是售卖漏油的汽车 还是员工收取所谓的金融服务费 利新行的高管都是难辞其咎的 4月15日我就发邮件给利新行有限公司 希望相关同仁能够把邮件来转达给严建生先生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位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 他是利新行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董事总经理 在这封给利新行的邮件里 我就恳请严建生先生能够站出来表达关切 因为我们大陆华人不是大马华人 但天下华人一家亲 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 咱们同文同种 生意不在情意在 我不知道利新行有限公司的同仁 是否把这封邮件转给了严建生先生 其实不管他们在不在乎 我个人就觉得呢 发邮件给利新行有限公司 比发邮件给奔驰中国要更有实在的意义 利新行是事件的始作俑者 他们毫无疑问应该承担责任 他们毫无疑问需要做出改进 当然庆幸的是 我们听到了王小姐和他的家人所说的 这次的和解过程中 利新行有限公司看上去没有之前那么傲慢了 奔驰漏油事件必须和解 也必然和解的第三个原因 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香港利新行有限公司 正在筹划上市 而且应该已经到了尾声的阶段 这绝非空穴来风 因为彭博社在2018年3月就做出了披露 香港利新行有限公司已经筹集到了8亿美金 准备在2007年退市之后 重新在香港上市 彭博社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利新行有限公司不太确定哪些板块会上市 因为它有五个板块 但消息人士表示利新行急着上市 最快有可能在2018年年底 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 香港利新行有限公司放弃了上市计划 那么2018年年底没有上市的利新行 很大的高概率可能就是在2019年上市 而且大陆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汽车板块一定是利新行有限公司 上市资产中的重要一部分 特别是2017年上半年 奔驰母公司戴姆勒公司 在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反垄断局的无条件批准之后 已经入股了香港利新行有限公司 购买了15%的股份 这个布局相信就是香港利新行 有限公司汽车板块上市的一个重要的铺垫 有理由做这样的推断 那就是西安出现的漏油门事件 一定让上市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的 香港利新行有限公司的高管们 非常的恼火 所以当他们看到漏油门事件 已经没有办法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压制下去的时候 他们已然意识到快和解 不惜代价和解是唯一的选择 相信刚开始还醉醉不安 担心狮子大开口的利新行有限公司 和奔驰中国 在听了他们的这一番表态之后 一定是长舒一口气 发出会心的微笑 他们有可能对中国中产赞赏有加 这是一个怎样的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 他们把酒言欢 窃窃私语 这样评价中国的中产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一帮傻地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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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